好我們今天應觀眾要求呢 順便教大家一下那個齒輪油跟水箱金怎麼換 我們其實沒有想到啦 因為有人留言就是說想看這個 我們想到說這個其實也不難 所以應該也可以教各位換 而且這也沒有什麼扭力不扭力的問題 所以相對簡單一些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水箱金的取得 然後跟你卸下來的齒輪油跟水箱金要怎麼處理 大概就這樣 其他過程其實都不難 所以我們先來跟各位講一下 齒輪油 我們先講齒輪油要從哪個地方卸 因為你們通常沒有升降台 所以你們卸會比較沒那麼簡單 然後我們跟各位講一下工具呢 就是6號的內六角 你們應該只有扳手啦 不會有這種工具 那種這種工具是最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只能用扳手 它是6號的內六角 然後在這個位置 我們卸齒輪油的地方呢 就是在馬達的正下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螺絲 它是6號的內六角螺絲 然後把它鬆開呢 齒輪油就會漏下來了 這個非常簡單 卸齒輪油的同時呢 我們建議把 夾齒輪油的那個地方的蓋子打開 讓它通一點空氣 至少會流快一點 有一個圖示 還有寫英文 它下面這個螺絲 有一個橡膠歐型環 那基本上應該都被鎖爆了 不是技師的問題喔 是它出場就鎖爆了 如果你發現那個歐型環被壓扁 看起來有點不正常的樣子 其實就這樣啦 因為它出場就這樣了 卸油螺絲的那一顆扭力是6 當然這種扭力板手 不是每個人都有啦 你看我們有這麼小隻的扭力板手 這隻扭力最小是4 所以它可以轉到6去鎖扭力 但是通常基本上不會有人去鎖啦 因為通常這種小扭力板手店家不會買 因為你買這一隻基本上只用在這個地方 這個沒有扭力板手沒有關係其實 因為你只要鎖上去之後呢 稍微帶緊就可以了 不要硬吹喔 稍微帶緊就可以 扭力6其實很小 然後我們今天假設我們油已經卸完了 螺絲記得要鎖回去喔 如果你沒有鎖回去 你這邊加這邊漏 你就白加了 記得一定要鎖回去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加齒輪油的地方 它是在車子的左側 跟水箱金是同一邊 所以有的人它倒車呢 倒這一邊 你發現地上會有油 基本上是從這邊漏出來的 然後這只是一個篩子而已 就把它拔起來 通常齒輪油都是牙膏狀嘛 那如果你是買整桶的話 就是拿整桶抽也可以 它是160cc 其實基本上啦 130左右到180以內 基本上都可以啦 我們都試過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不用太糾結那個CC數 反正它標準是160 那如果你能夠買到160最好 或者說你是買整桶 自己抽160也OK 但有的是 譬如說像油車大部分都是120嘛 那你加120也沒差 其實也不會怎樣 那有些像X-Mate Force 他們可能 專用的齒輪油有到180cc 那個也OK 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就不用太糾結那個CC數 只要差不多這個範圍都OK啦 那齒輪油非常簡單 大概就這樣 沒什麼技巧性 好我們接下來講水箱金的部分 那水箱金的部分 步驟就比較繁瑣一點 所以這個難度會稍微提升 那水箱金就是這個地方 你家裡如果有風槍是最好 或者說如果你沒有風槍的話 要去找有風槍的地方 譬如說自助洗車場 Gogoro本身就沒有設計要更換水箱金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排水孔 跟排氣孔 沒有這兩個 油車都有 但是電動車沒有 沒有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水箱金它這輩子基本上不用換 那為什麼不用換 就是因為它的馬達溫度 基本上永遠不會超過70度 所以它的水箱金很難變質 甚至很難沸騰 基本上都不可能 它等於是萬年不用換 你看它保養的list裡面 也沒有換水箱金這一項 只有添加 添加的用意是什麼 你可能新車出場的時候 它空氣沒有排乾淨 那你騎了一陣子之後 它會循環嘛 循環之後空氣往上跑的時候 它的水位會往下降 那第一次保養的時候 通常會檢查這個 而水位有往下降 低於標準線 那它再添加 那基本上之後就都沒事了 往後有發現它水箱金的水又往下掉了 那可能是有某些地方 有破有漏 它才會導致它掉水箱金 不然基本上這個水箱金 這輩子都不用換 為什麼會換到水箱金 就是你可能想要它更好的散熱 或者說你可能想要它顏色不一樣 等等之類 基本上水箱金這輩子是可換可不換 隨便你們 然後它在換水箱金的同時呢 因為它沒有專用的排水孔 所以它可能會稍微漏的整個都是 所以如果你在支柱洗車場更換的話 記得場地把它清好 不然水箱金其實有一點油性 它其實會滑 蠻危險的 如果沒有封槍 基本上很難去完成換水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換水箱金呢 第一個步驟就是車廂要拆掉 因為我們要拔水管 所以車廂要拆掉 拆車廂呢就是坐墊先拆掉 坐墊這邊兩顆 10號的螺絲 那你有電動用電動 沒有電動就是用手轉 OK 這樣就下來了 然後呢 如果你有車廂燈的話呢 要先車廂燈拆除 那如果都沒有 像比較新款的車廂 它這邊是完全都沒有 就是一個蓋子蓋住 那這個地方就不用動 那如果你是有車廂燈 或是你有USB充電孔的 這個要先拆掉 那拆掉我就不多解釋了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集在介紹說 怎麼安裝車廂燈跟鞋鏈 那個就有教你怎麼拆這個燈 如果想要知道的話就可以去看那部影片 我們就是把它拆下來 先拔掉 先拔掉 那我習慣是放這邊 然後再來是這邊有個矽膠 這一塊 一樣把它拆除 那它其實不太好拆啦 我建議拿個東西把它勾起來 這樣把它拆除 那你就會看到這邊 1 2 3 4 4顆螺絲 這4顆螺絲是內六角5號 就把它卸掉 這種基本上都是沒有扭力啦 就是 你要鎖的時候帶緊就可以了 好車廂抽起來 我照個光可能會比較明顯 你這樣看這邊 我們準備一支尖嘴鉗 然後這邊 看一下這邊有兩條管嘛 不要拔錯是這一支 這一支管 然後呢 這邊有個束帶剪掉 那記得換完之後呢 要再把它束回去 不束回去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建議就最好還是 能復原就復原 剪掉之後這水管就自由了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 把這個水管拔除 那這個水管上面有一個管夾 這個管夾要先拆除 那 有的車呢 它管夾可能會跑到這個位置 會跑到靠前的位置 那就很難夾 非常難夾 那如果你很幸運 剛好是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比較簡單 夾起來 夾到這個位置 這樣把它夾起來 好 這樣就夾起來了 那我們下面就是拿個盆子把它接起來 盆子越大越好 因為它其實拔出來之後水會亂灑 所以盆子越大越好 我們就把這個水管把它抽起來 抽起來 抽起來就會噴水了 OK 我們就把這個管子 往下 然後手這邊 手從鏈條這邊 往下 把管子抽到下面去 抽到這邊然後讓它漏 漏的不會很快 然後我們把水箱蓋子打開 讓它進空氣 好它就會 這個箱子的水就會洩完了 洩完之後呢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講我們的風槍 使用的地方 因為它其實這邊漏掉而已 它水冷排前面水都還有 所以我們就要拿風槍把水吹出來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因為它沒有泄水孔 它只能這麼做 我們風槍吹馬達這個洞 這個地方 就把它插著 插著之後它水可能會噴比較強一點 那我們就稍微抓一下這個水管 然後你看我吹的時候呢 它水冷排的水會跑到這個tank裡面 然後它會再從tank 再跑到這個管流出來 好各位看 對它就是會這樣子 當然這個不可能百分之百換得很乾淨 所以我們就是大致上都噴完了 那就ok了 那我們就是把水管插回去 記得插水管不要忘記哦 沒插水管你就這邊加那邊漏哦 所以我們一樣水管把它穿回來 把它穿上來這邊 然後插回去 就是你剛從哪裡拔從哪裡插 因為也只有一個洞 所以這個應該不會搞錯 然後一樣這個油管夾就一樣讓它 回去原本的位置夾好 那夾完的時候呢稍微扯一下 ok沒問題的話就結束 這邊是剛剛有一個束帶嘛 把它束回去 因為我建議各位帶手套 因為其實這個裡面都蠻髒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帶個手套比較好一點 用風槍吹這個方式 其實說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因為沒辦法 它沒有可以洩水的地方 所以非得只能用這個方式 不然其實因為風槍裡面 通常都會有一點水氣 那水氣帶進去裡面 其實也不是說很好 沒有辦法 它就是這樣子的設計 我們只能這麼做 油車就不需要 油車它有一個排氣孔跟洩水孔 就可以很順利的把水排除 那電動車就沒有辦法 然後既然打開車 像我順便講一下 Gogoro3 Gogoro3加齒輪油的地方 是在這裡面 Gogoro3它是設計在這裡面 你看它這邊是兩條長的管 對不對 這一條 這條管子 它是這樣這樣這樣過來到 剛剛你加齒輪油的出口 那Gogoro3因為它側蓋 是不能拆除的 所以Gogoro3加齒輪油呢 必須拆車廂 然後你打開之後 就會看到這邊兩支短的管 它變短的 Gogoro2系列是長的 Gogoro3是短的 那短管上面都會有篩子 那其中一個篩子呢 一樣上面會寫OIL OIL 然後跟一支針 就是你加齒輪油的那個地方 那我們就把那個篩子拔起來 齒輪油從那邊加 Gogoro3是這麼做 那其他二系列的 1705 AI-1 這些都是跟Gogoro2一模一樣的換法 那只有Gogoro3不一樣 我們現在管子都插回去了 開始要加水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加水箱水 那Gogoro2的水箱水呢 大約是500cc左右 所以你最好準備600到700 從這個地方加 當然如果你有什麼漏斗 那個也比較好 但是我們有這個 所以就不需要 我們就把水加進去 好我們現在水加好了之後呢 要讓它循環 所以呢我們車子要發動 那你會想說 那我們拆車廂了 車子怎麼發動 沒關係我們 你拿一個 小的一字或是鑰匙都可以 然後這邊 這個是車廂開關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要騙訊號 騙它以為車廂 車廂開著是不能發動車子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騙訊號的方式 讓它以為車廂關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鎖頭 把它往下壓 登一聲 就表示你關車廂了 車廂關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發動了 一樣按鑰匙 啟動 發動它 然後發動它之後呢 我們要吹油門 讓它循環 吹油門 它循環 駕這樣了 我們就熄火 不要讓它空轉 不然它這樣抽不到水 它水泵空轉對水泵補不好 它下降之後就趕快熄火 現在的車啊 通常你只要有吹油門 它就會自動循環 你不用一直吹著 你只要有點到油門 它就會開始循環了 除非說你的車子 從來都沒有更新過 你是超級舊版的 那你就要吹著油門 如果你是超級舊版的版本 都從來沒更新過 那你可能就是油門要吹著 讓它一直循環 那如果你是有更新過的話呢 新的版本是你只要有吹油門 它就會開始循環 循環到你熄火為止 好那我們現在水下降了嘛 我們再補 水泵補打開之後 循環之後 水跑到前面了 那這邊水就不夠了 那我們就一樣加 影片可能看不太清楚啦 但是各位自己拆車看 就看得出來 有一個最下線跟最上線 我們大概加到中間就可以 那有些車會畫一個奇異筆 然後一樣呢 我們再循環一次 一樣的動作發動它 我們只要輕點油門就好了 新版的話 不用一直吹著 我們只要這樣 它就會一直循環 所以有的人說它騎車的時候 停紅綠燈 或是在巷子間 停著的時候 有聽到水的聲音 就是這個 對就是這個聲音 它就是會一直無限循環 循環到你熄火為止 通常第二次循環 就差不多空氣都排完了 那我的習慣是會讓它稍微循環個 30秒至1分鐘 那你覺得差不多了 那就熄火 熄火它就停了 然後你看它 現在水位又稍微 水位又稍微往下掉了 那我們再稍微再補一點點 車廂的鎖 要打開喔 所以我們後來之後打開 打開這個鎖 那你等一下蓋車 蓋住電台蓋得起來 不然你會蓋不起來 因為它鎖住了 所以呢 大致上 水箱精就是這樣子 那記得這個水箱精 收集好之後呢 跟齒輪油 收集好之後找 就是看看你們附近有沒有車行 願意讓你倒的 當然要問一下 不要沒問就倒 因為很多人 那個油桶都放外面 通常就是也沒鎖也沒關 但是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倒的話講一下 基本上都會給你倒 那不要倒水溝啊 幹嘛那個其實對環境 會有影響 因為這水箱精其實 算應該可以說是有一點毒性 比較不好 一樣我們其實齒輪油呢 也有在蝦皮販售 但是我們只有販售藍芯 因為貝斯利是不准在 網路上販售的 網路平台 蝦皮啊 PC Home啊那些 他們是不准在 電商平台上販售的 如果說你們有要 貝斯利的齒輪油 你可以私訊我們粉絲團 建議就最好 多支一點 不然你寄一支 然後運費其實不划算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是朋友就一起買 也可以就私訊我們 那派克龍也一樣 派克龍也是不能透過電商平台 所以你看我們蝦皮 派克龍只有賣鏈條油 因為那個是派克龍允許的 鏈條油是允許在網路上販售 那其他油品 齒輪油 水香精 這兩個是不能在 蝦皮的平台販售 所以我們就沒有放在上面 派克龍的齒輪油跟水香精呢 它最小容量 一瓶四公升 其實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要買派克龍的齒輪油 我是覺得你可能揪多一點人 因為一箱四公升 你一台才160cc 它其實可以加很多台 如果你要買派克龍的齒輪油 一樣私訊我們粉絲團 那它最小容量就是四公升 水香精也是 最小也是四公升 大約就是換八台 所以你們可能也是自己揪一揪吧 如果真的要的話 這一些東西你們有需求想要買 想要買回去自己換 我們蝦皮沒有放 你就來私訊我們粉絲團 那這一次就是齒輪油跟水香精的教學 其實都不難 它就是油品跟水而已